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一等,不單止是尋龍尺 例如風水、命理那些 或者叫你戴什麼、穿什麼鏈 這些是有根有據的 大家歡迎收看Welen Time Tiffany早晨 早晨Welen,大家早晨 Tiffany,我這陣子經常接觸嘉賓 都講關於Energy 這些很無形的東西 我前陣子,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我有訪問過有個男生叫伊榮 他就玩SRT 再之前就是長哥 長哥有表演過 玩那個尋龍尺 就可以指出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答案 又或者是懂得回答問題 用那個工具 其實這些尋龍尺 或者靈擺那些 究竟是怎樣做的呢 好啊 我也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因為知道你想知道 我又不是很認識這些東西 也挺有趣的 原來背後很多故事 首先尋龍尺 在英文來說 叫做Dowsing Rod 或者叫做Dowsing Stick Dowsing就是尋找水源的方法 或者是技量 傳統上 那些人會拿著 譬如說 一枝樹枝 樹枝好像丫叉一樣 兩邊打開 中間就一個Y形 那隻手就拿著 左右兩邊 然後就向前走 如果有水源的時候 那枝棍就會動 另外一種就好像長哥 在你有一集Valentime裡面 拿出來的尋龍尺 是兩枝L形狀 或者甚至是用一個靈擺 我們常見的靈擺 都是一個工具 以前的人可以用來 找水源 譬如他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他可以用來找哪裏有水可以喝 或者哪裏有礦物 甚至是哪裏有些吃得的 哪裏有植物可以吃得 都可以用那個工具去檢查 他到底能吃得 一定是有毒的 剛才我聽你說 是用樹枝也可以 用長哥的尋龍尺也可以 其實跟工具沒有什麼關係 工具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質感 它跟工具有關 跟人也有關 其實一百年前 在歐洲很多地方 這個學問已經很發達 很深入 有些人甚至寫一些書 列出了可以用來做這個工具 的質地是怎樣 應該怎樣選擇 形狀是怎樣 已經是很詳細研究寫完書出來 待會可以慢慢說 首先說是否真的有這回事 例如問事 拿一個靈擺 我們未接觸的人 通常都會覺得是否真的有 是否真的有 是否真的有 但尋找水源 其實很客觀 你真的要是找不到 水源 如果你說那裡沒有 當然沒有的話 你不會特意去轉一下 看看是否有水 如果說沒有 你不會再轉那個井 但是如果說那裡有 你轉下去 有水還是沒有水 有水便成功 所以這件事都可以有 很客觀的統計可以做出來 以前曾經有一些很出名 在歐洲那裡有很出名 這些叫Douser 就是專門用這些方法去找水源的人 譬如其中有一個 叫做Emmy Kitteman 她找水源是很準的 準到就是 譬如水源 埋在地下下面 在地面看不到 但是下面 可能有一條小河流 很細的 一條很幼的 在地上的三十尺深 或者五十尺深 或者八十尺深 那裡 譬如水源只有兩寸闊 那些潤水的Emmy Kitteman 就是可以準到 這裡你轉下去 說幾多尺 因為如果你太淺 你不夠深 是乾的 或者你歪了三尺 其實你已經沒有水 那裡 這些這麼厲害的 Douser 可以準到 轉下去真的有水 就算是這麼窄的水源 你說這些樸水專家 是什麼年代 其實應該是 沒有高科技的年代 這個Emmy Kitteman 大概是一百幾幾年 一九幾幾年 那些 再早之前 在十七世紀 又有些很出名的 歷史有紀錄 在法國 有個工匠 叫Jack 他專門找到 他專門找到罪犯 在哪裏 他是強到 法國政府 要找通緝的人 想找罪犯 是找他 找到那些謀殺犯 抓到人 記錄完 那個人是很出名的 因為他搜尋罪犯的技能 非常高 運用這個尋龍尺 或者這個工具 這個行為 其實要加一個問題 在裏面 因為其實你說 你只要拿著東西 你不給任何指示 或者問題 他是不會給你答案 現在譬如你找水 就說 麻煩是否我想要水 那些水在哪裏 或者我要找這個賊 這個賊究竟在哪裏 那就是要有靠那個人 一個問題 或者意識 投放了下去這個工具 當然 你要懂得問問題 用這個工具 要懂得問問題 主要問得很聰明 我看那個節目 那個人教你怎樣 譬如找兒子 他說有人打給他 問他 我兒子婆婆去巴士站接他 接不到我 已經遲了整個小時 你可不可以幫我看看 媽媽就心急如焚 接著那個 Douser 就拿一個零擺 在那裏問一問 兒子現在安不安全 嗯 安全 兒子現在 是不是在家 大概一公里範圍以內 是 兒子現在有沒有人和他在一起 沒有 類似這樣 但那個Douser 有條問題 忘記了問 兒子現在是不是在家 其實兒子已經回家了 所以問那個問題 是很影響到你得到答案 那他怎樣顯示答案出來給你呢 那支工具怎樣告訴你呢 其實是看你怎樣設定的 即是你怎樣跟那支工具溝通的 但譬如我聽說 譬如你拿著樹枝 那些找水源的Douser 拿著一個Y型的樹枝 就是你左右拿著兩個柄 前面那支Y的那支是向前面指的 很多時候 一到他要那樣東西的時候 那樣東西就會向前扯他 即是那支Y的那支 凸出來的那支就會向下指 但譬如沉龍棒 他就會左右指 或者交叉指 或者抹開 如果是一個零擺的 就拼你之前跟他溝通的方向 譬如你跟那個零擺說了 如果一直拼的就是yes 打橫拼的就是no 那通常那個Douser 一開始的時候 就跟那個零擺溝通了 叫那個零擺這樣去表達先 即是預先輸入了指令 到那個零擺或者那個沉龍尺 因為我看到譬如長哥 玩那支沉龍尺 他是給答案那個form 是用percentage 譬如說 是的就是100% 不是的就是0%交叉 這樣就搭在一起 至於零擺 譬如以前的SRT 伊榮跟我玩 或者以前的小黑幫我拼 他就是 又是像你這樣說 向前就是yes 打橫就是no 類似還有是清野就是打圈 那他要給到一些指令 那個零擺 甚至你用那個零擺 都同樣可以set percentage 譬如你問他 我吃這個東西 如果是yes的就是打直 但yes都有個比率 究竟是10%yes 還是100%yes 你可以畫一個圈 然後可能是 右邊就是100% 左邊就是0% 告訴那個零擺 你去哪裏指示給你 其實是你和零擺可以set的 所以是無限的可能性 你和零擺 就這樣說那個零擺 是這樣幾多% 或者yes or no 給的答案是很limited的 那我就見譬如SRT那些 是有一本書的 即是有不同範疇的 那你揭每個範疇 然後去哪裏 就要去第二個圖 這樣演變 那我覺得會不會是 其實以前的人 就是可以develop 到一套自己的零擺 又好或者沉龍赤的答案書 一個答案書 用那個應用範圍 是屬於問問題的 即是叫mental dowsing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譯 類似是心理上的一種 想拿指示 那你就會拿著一堆書 令到那個零擺可以給到 一些你已經寫好了的答案 叫那個零擺選 讓你和那個零擺 能夠溝通一些 多些拿到多些資訊 譬如去一個沙漠 我叫你找水源 你不是拿著一本書 但你找的東西 譬如指西北還是東 譬如你在找銅 它可能是 性質本身是指西北的 有種能量 如果你在找金 它可能指南 它也有溫度 譬如人們有這些dowsing能力 他摸一個銀幣 但是銀幣會讓它看 右邊是涼糧糧的 其實它是有很多這些特性 不過它不一定是用文字去寫 總之就是 原理就是 這個世界有很多微細的能量 每一種物質 每一個生物 每一種存在在地球上的東西 都是有些能量的 它會散發出來的 這些能量 就會通過這些工具 可以顯示給我們看到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工具 有些人都會看到 但是通過這些工具 它就可以指示給你看 這裡就有能量 那裡就有這樣的能量 所以我看過有一個老師 他大概解釋 譬如他教一個學生 他怎樣使用這些 無論是棒也好 一個靈擺也好 一枝樹枝也好 大體上他的理念是怎樣 首先呢 你就要用你的腦袋 你用你的意識 和那枝東西溝通 你去訓練你的肌肉 譬如你是拼不明白 你就要自己的手拼 用你的腦袋 叫你的手拼 拼個打直出來 叫YES 打滑就叫NO 拼到你的肌肉 和方向和答案 是連結合一了 但是呢 去到你很熟悉之後 這個YES和NO 已經是你的前意識 到了你真的去問問題 運作的時候 你要清空你的腦 你要給前意識入場 你自己平時想的意識 腦袋 想法 思想 請你放在一旁 前意識就會是 你的人的能量 和那個環境的 微細能量有互動 那你的前意識 就能夠接收到這些 微細能量 我們的腦 就太差 太蠢 我們的腦是接收不到 微細能量的 但是你的前意識是懂的 那你前意識 接收到之後 前意識就會 影響你的神經 影響你一些很微細的肌肉 就令到你的手 有那些擺動 去叫靈擺 作出你已經設定 YES和NO的動作 但這個時候 就不是你的腦袋 去控制 怎樣擺動 因為你這樣控制 其實你是擺動 你自己想要的答案 不是擺動 這個空間 存在的微細能量 那個工具 一定是跟人的 或者你給別的工具 那個人擺動 他不是那個靈擺 我就應該覺得 是不行的 首先操作那個人 可以跟那個工具 溝通 還有那個人 他的肌肉 已經可以 沒有意識地 都已經懂得做 那些動作 在他的前意識 譬如說 那個人他訓練了自己 做了很多很多次 拿著那個靈擺 YES和NO 你隨便給他一個靈擺 他的前意識 都已經有這套動作 你給他另一個 理論上 當這個空間 存在了那些能量 譬如說 有金的能量 你的前意識 接收到這個能量 認得它是金的時候 用這個靈擺的人 就自己懂得 那個動作 去擺動那個方向出來 但是我又聽到你剛才說 他經過鍛鍊 那他那個 你說他的前意識 入場 那就是自己的Ego 走開 好像上一集 Alice 唱天宇那位女士 這樣說 他就是 他自己唱歌的時候 就是那個Ego shut down了 那上面的高靈也好 或者那個潛意識也好 那其實這個都相似的 都是相似 可能未必是 你所說的那個潛意識 可能就是高靈 就幫你找東西 那我聽那個老師解釋 就說 潛意識就可以接收到 這些微細能量 還有潛意識 是可以接通自己的指導靈 那指導靈 又可以再接通到 最大的一體意識 那是三層的 所以如果你的潛意識 感覺不到那個震動 可能你的指導靈 你的指導靈 感覺不到 你的指導靈 可能大意識 感覺到 舉個例子 譬如找水源的人 因為水是有一個能量的記號 好像我上次說 Bashar 每一樣東西都有一個 能量上有特定的簽名 有個記號 因為幾千年來 已經很多人找水源 很多人用這些方法 找水源 所以在我們一個共同意識 已經有很多資料 很熟悉水的能量 所以你的潛意識 就算你是經驗很淺 但你一用的時候 那個大我的意識 是很熟的水源 所以熟一聲就會很容易找到 或者給你的反應是很強的 所以其實我們要聯繫 那個全象宇宙的資料 沒錯 你單靠自己 你的知識也好 或者你的所認知的歷史也好 都是限制的 沒錯 所以我想講一個例子 在德國曾經做過一個發現 最終她告訴我們 她是比地質學家強勁 比用知識去找水源 我先講一下過程 剛才提及過 找水源的女生 Emmy Kidman 她因為太厲害 很出名 她幫助很多地方 政府在德國都成功找到水源 聲明是很厲害的 其實當時也不止她一個 德國政府覺得 我們要做些研究 看看究竟是怎樣成功的 大家其實都無可否認 她是存在的 這個技術是有的 不是吹水的 尤其是當時 有些人說 這些是藝科學 哪有 迷信 老作 那些人全部都是騙子 你不要付錢 不要付錢這些人使用 她是騙你的 但是愛因斯坦 自己都用靈帶 愛因斯坦就說 並不是藝科學 你們這樣說是不對的 而尋龍棒 或者這些靈帶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去顯示人的神經系統 和其他一些我們未知的因素 在互動的一些反應 但是那些因素是什麼呢? 就是未知 其實就是剛才所說的那些微細能量 德國政府在1980年的時候 他就拿了幾十萬 找了一個教授 那個教授是一個 武尼克大學的一個教授 叫做Bex 設計了一個實驗 召集了五百個這些 專門用沉龍棒 找水源、找礦物等 一些專家 然後選了四十幾個 他在一個農場裡 那個農場有一間屋 在下面那一層 就放了一些水喉 那些水喉 那些水喉是膠水喉 樓上就叫那些 Douser 就在上面去找 於是者就做了幾百個實驗 結果呢 很差 只是差不多是完全失敗 其實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用PVC膠 的水喉 膠本身是能夠擋住那個微細能量的 所以就變成了水的能量 不能夠傳達 被膠封住了 但是當時他們不知道 Bex教授不知道 但是他也覺得 沒有理由 這些水源的人 他在大自然的環境 找得那麼厲害 有什麼理由在我做這個實驗 那裡的全軍覆沒 他也不是馬上說 全軍覆沒 就是你們全部都說謊 他覺得不可能是這樣的 他就覺得肯定是 自己的實驗設計有問題 他就再接再例 但是德國政府也給錢 就組成了一個隊伍 那隊伍裡面 有地質學家 有科學家 還有Bex 和這群潤水源的專家 就派他們這組合的團隊 去了十個國家 包括肯亞 印度 斯里蘭卡 這些江國 這些第三世界國家 潤水源很難的 那裡沒有水很難生存 結果就是 這是一個長達十年的項目 他們去了這些十個國家 轉了2000個井 成功率高達96% 但是平時用科學 用地質學專家 用機器探測的 他們的成功率只有20% 但是用這些人 他們用這些工具 是96% 有些人會質疑 你們都是腹磨的 這個教授就說 不是 沒有可能是腹磨的 因為 他們是能夠說到有多深的 譬如你轉 有些甚至是100呎 100呎是很遠的 100呎是三十多米 如果你當深度來說 是很深的 也沒有理由可以通過地形去說到 因為有些人會質疑 可能這些人是天生異品 他看看哪裏有山 哪裏有水 哪裏有多幾條樹枝 他便會猜到水在哪裏 即是通過地形的樣貌 去判別水在哪裏 但這個教授說 沒有可能的 因為這麼深 在100呎這麼深 跟上個地形是沒有關聯的 而且他們的深度是說得很準確的 好像剛才有提及過 譬如它是80呎深 你叫別人的鑽頭 你轉到70呎 你就已經是沒有的 轉不到水出來的 或者那個水是很窄的 他們可以叫它下鑽頭的位置 的準確度 即是錯誤率是10至20 但如果是比起地質學家 嵌淡他們的錯誤率更大很多 即是他這個方法有限制 交上後就是現代科技 即是如果撇除現代科技的制爪 那麼他回歸大自然的力量 是比你用科技的強勁 沒錯 因為他們找東西是找大自然的資源 找大自然的水、銀、銅、礦物 這個大自然也沒有膠 這個教授就說 所以他覺得他排除不可能是負軸 如果負軸的成功率沒有那麼高 尤其是在斯里蘭卡 那裏是出名的很難找水源的 在那裏是轉到600多個井 是成功地 這個結論的教授就說 現代的地質學用的工具找水源 應該跟這些懂得沉水術 這個Dowsing的人 應該互相配合 就會節省很多資源 不是這樣排擠或否定這些人的技能 但他只知道Dowsing是活動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也不知道怎麼活動 這個研究大概是1980多年 做到1990多年 而他在《Journal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這本雜誌公佈了這個結果出來 這個是史丹福大學編輯的一本Journal 所以是真的 我想問一下 現代找水源是否還是用這種方法呢 我看過現代 其實在美國 是有一個叫做 《American Society of Dowsers》 這群懂得找水源的人 是真的有個協會 每年都會開會 還會有新聞報告 交換心得 如何提升技術 也有些新聞片 有一個人在沙漠區 都會開到一個大水渠這麼大的水源 噴出來的 例如去美國資源局的網站 他們就說 我們研究過那些Dowsing的人 他們是富樓的 他們不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免費一些事去研究 研究都多餘 你保障自己的利益 有些人就不承認 但我也有看過 另外有一個很出名的人 他是石油公司 不停在他一生裏 石油公司 不停金礦等 找他去做 給他很多錢 即是他一百萬出一次 差美金 叫他去查 他告訴你 那裏有 或者說那裏沒有 他都收一百萬 但石油公司 金礦公司照找他 因為你不找他 你自己掘 你掘到爛了也沒有 你那裏都浪費很多錢 他給他一百萬 濕濕碎 告訴你沒有 那裏都會節省很多 但這個世界就是很有趣的 我看到這個人 這個人叫做 Ori Geller 他就說了他自己 幫哪裏公司 找了什麼 墨西哥總統 又頒獎給他 給他一本墨西哥 帳戶給他 但那些Google 開頭十幾二十個 展示出來 都說這個人是騙子 或是假的 總之那些 色形而上的人 全都是騙子 這個世界 但最神奇的是 幾年前 他自己也有說 他一直都有 美國的秘密情報機關 美國政府 找他做一些秘密任務 因為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 美國政府 很喜歡找一些 特異功能的人 去試很多東西 例如 遙視 就是 remote viewing 有叫人去看看火星 裡面有什麼 有叫他去看看 哪個山洞裡面 有沒有什麼 寶藏 很多這些 他也有說 美國政府 經常找他 做很多秘密 有沒有 CIA真的公佈了 一件文件出來 整份文件 是指 找了他 去做了實驗 去測 他是不是真的 有特異功能 而他說 毫無疑問 這個人是有特異功能的 等等 這個人 可能根本不需要用工具 沒錯 你說得很好 所以 有些人 是不需要用工具 即他自己 本身 就能夠 在這個 空間裡面 這些能力 直接 他就拿到了 對他來說 他是用他的腦 是用他的心意識 去拿這個能力 對我們普通人來說 是不可以的 你省點 你要靠你的潛意識 還有要靠潛意識 駁你 他就不知道是怎樣 天生出來 他就摸到 他就得到這些能量 這些人 不用說 找石油 找水源 他在澳門 在大小桌上 已經感受到 開大零小 所以他很有錢 他的錢多到 亂來 多到多個零 和不多 少個零 不少 他很有趣 直至有一天 John Lannan跟他說 你有這樣的能力 為何你不靈性 他問他是靈性 靈性 然後他說 你去日本 你自己去研究一下 你自己去領悟一下 他整個人去日本 去深山住了一年 然後他突然盯了 就知道什麼叫靈性 他知道怎樣 在森林中 什麼叫做冥想 什麼叫做愛 什麼叫做連結 什麼叫做一體 之後他就不再做 收很多錢的工作 他是不是去了京都 他去了富士山附近 富士山有些地方 靈性特別厲害 這個很有趣 講回CIA的報告 很多實驗 CIA就放他在一間房間 然後和隔離房隔絕 或者是一個在東岸 一個在西岸 隔很遠 幾個都有 其中一個是隔離房的測試者 你揭開一本字典 投其一頁 然後看第一個字 它是什麼 你畫出來 那個人就揭開了 這個字叫Bunch Bunch 即是一閘 叫一閘 那個人就畫一條棍 然後畫了抽提子 這個Ori 簡直是畫了一模一樣 那個人玩二十四顆圓圈 他又畫了二十四顆圓圈 那個抽提子和那個抽提子是一樣的 當然他也有叫他畫了很多東西 有些是很像 有些是不太像 但是那個CIA的結論是 這個人是毫無疑問 是有超能力的 這個超能力 不要考究是怎樣 總之 你天眼通也好 他心通也好 總之他就 你不要管 他就連接到上面 總之你要測試什麼 他都可以給你一個答案 沒錯 而他和其他Dalser都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這個能力 我想當然有些人的能力 就是直接一些 或者是強大一些 但是他說 就算你普通人 你通過一些練習 你不用說要得到一個特異功能 而是你通過這些練習 你都能夠令到你自己可以和這些工具去操作 讓這些工具顯化這個空間的這些微細的能量 我在Gaia看了神聖幾何的特輯 神聖幾何的特輯有18集 那個老師很厲害 就是那些超人以前在軍方教書 在美國軍隊教書 很厲害 這個世界有些人真的很厲害 他就叫做Doctor Robert J. Gilbert 其中有一集就拆解了這些東西究竟是怎樣 他就說 其實拿著一個靈擺 或者拿著這些沉龍尺 去做這些文士 是work 不過有些再偉大一些 再厲害一些的應用 他就說這些是埃及的時候 幾千年前甚至更長時間 已經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就是用來測量這個空間裡 有些什麼能量對人是好的 有些什麼能量對人是有害的 他這個學問是一個科學 專門在神廟裡教秘密地教學生 屬於一種神秘學 即是Mystic School的教導 因為能量的東西 當時就不隨便教 因為阿謀話的時候 有些壞人都懂得用這些東西 可能會用來害人 所以一向在埃及 希臘那些教親能量的東西 都是收藏秘密教的 當時因為秘密教 之後就其實失傳了 但是幾百年前 天主教教會 他去世界各地 你知道他有很多遍佈世界各地 他們就會去到什麼地方 都拿很多書 搜集很多知識 然後收藏在梵帝綱的圖書館裡 全民是收藏很多東西 他們開始研究這些搜集回來的資料 然後再發展這件事出來 就是找回當時埃及已經懂得的 關於這些能量的東西 怎樣運作 然後還教他們的牧師 和傳導人 那些傳導人 他們傳導到世界各地 可能去一些很荒蕪的地方 就用這些工具 怎樣去找水源 怎樣去找這隻食物是可以吃的 這隻食物是有害的 或者說用來檢查自己什麼病 然後在大自然那邊找到東西去吃 去醫治自己的病 那些傳導人和牧師是認識這套東西的 在1930幾年 那時候這個科學 怎樣用沉龍棒或者靈擺去偵測空間的能量 哪些是對人體有害 哪些是對人體有利 這個科學其實已經發展得幾好 例如1935年 有人叫Abby Mermit 就寫了一本書 是用法文寫的 就說我怎樣做的 這本書的英文就叫做 Radisticia的原則和實務手冊 就說了怎樣選擇 靈擺應該的工具 應該是什麼形狀 什麼質地 和溫度 方向 怎樣操作 怎樣試 用什麼物質會有什麼反應 寫了一本很詳盡的書 已經是科學 但是這個人也很有趣 他說我只能告訴你 我做過這麼多實驗 我告訴你實驗是怎樣 到結果會怎樣 你跟隨便可以找到它 但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不知道 跟安斯坦一樣 因為當時的東西未發展到 要知道微細能量究竟是怎樣 因為當時的科技是只知道 有這件事的潛著 他知道怎樣運作 等於好像你買一部iPhone回來 你知道怎樣用一部iPhone 你知道一部iPhone可以做些什麼 你都打到電話上網 但你不知道一部iPhone怎樣運作 叫你做一部iPhone出來 你不知道原理是怎樣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以前那些人 要檢查那個空間的能量 是有什麼害 或者有利 這件事 這就是一個很高等的文明 我們現在就是 你有什麼不舒服 你又去照什麼照物 照著局部 局部這部分 照完肝又肝沒事 不如照一下胃 然後照一下神 然後就說 其實我是皮膚 其實皮膚原來跟我腎有關 但你不知道你只懂得治療皮膚 你不就差了 但是人家那些高等智慧 就是知道 每個人的身體 是有他獨特的 能力標籤 也是那樣 就是有他獨特的鎮品 每一個人都不同 就好像我們的子毛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法國那些醫生 已經是知道這個學問 就是每一個人 除了他獨特的能力 是怎樣之外 有些什麼病 那個病是因為 他有哪個能力 亂了 還有你加一個什麼能力 下去 他會變回 好 那時候 有人出了書 將這個醫療方法 解釋在書裡 然後有數以千計的醫生 應用這個科學 每年開了國際會議 在歐洲那些地方去交流 去醫治一些以前以為 醫治不到的病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人 在這個世界生活 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身體健康 和不健康 就是隨時都有這些能量去影響 他們就是知道這個能量的科學 那會不會是 就是古代的風水能量學呢 譬如那個人很常常病的 那些人是懂得這些技能的 或者detect 到 energy 流動 或者流向 可能說你不要向東訓 你向北訓 或者這裏擺一棵東西 類似這樣 我現在幻想 就是可以 不是用一些 我們現在 剛才你說的那些 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那種方法 去 改善一些人的健康 那樣東西 是呀 他們更加厲害 他們是知道 其實能量是和形狀有關的 所以就是牽涉到神聖幾何這個問題 舉個一個例子 就是在埃及那裏 經常都出現那個 Onk的符號 那些畫像 那些雕像 或者那些 那些壁畫 在金字塔 或者那些皇宮 那些廟 神廟裡面的壁畫 經常都看到有些人 拿著那塊東西 有時他就向下 有時就向上 指著人的鼻 這塊東西 是這個形狀發射某一種能量出來的 如果圓形那邊 向著那個人 它就是在製造一個綠色的能量 即是屬於和綠色共振的那種能量 是這樣打橫去射出來 就是對人有好處的 然後 垂底下面那個 向下射 又是對人有好處的 但如果你調轉射 就是對人沒有好處的 所以 在埃及來說 他不僅知道這些能量的存在 知道那些能量在哪裏 他還可以通過形狀和符號 將這些能量發放到一個人 或者發放到一個獨特的位置 在埃及有很多神廟 他的畫和象連文字 是破壞了 即是爛了 好像有些是說 在某一個高度以上那些是爛了 斷斷爛爛的 原來有一個法國的專家 又是這些專系研究的人 發現原來埃及的象連文字 本身就是有能量 譬如他是一個小鳥 他就有某種能量 他是一個太陽 他就是有能量 他本身就是神聖幾何 整斷了他 就令到那些能量是無效失效 所以整斷了 即是說 當時整在這裏 這個動感的能量場 原本他有很多功用很多目的 他要發放的能量 給很多東西就變成斷了 剪掉了 好像拔了插鬚一樣 所以古代的建築也好 或者你不要說古代建築 你現代建築 我當你 譬如你睡覺 你風水都有說什麼橫樑壓頂也不好 你有一塊東西 他已經有一個能量 他壓在你身上 你長期睡覺又壓著你 當然是不舒服的 或者你擺設一些很尖的東西 對著你 你都不自在 是的 如果譬如 有些東西指著你不自在 你去看風水 風水師傅可能叫你 你戴一條鏈 或者你那裏擺個葫蘆 你那裏擺個金銅錢 這個問題就很有趣了 以前不是有很多人去掘木乃伊 有聽聞有很多詛咒 進去某一個墳墓 可能墳墓的門口寫著 誰弄傷墳墓就不得好死 就會被詛咒 而事實上真的有些人死了 很多這些故事 其中有一個團隊有兩個隊長 帶著十幾二十人 去開圖坦卡門的墓 其中隊長一號叫Howard Carter Howard Carter一直跟人說 我當年去開圖坦卡門的墓 我手帶著一隻戒指 我手帶著一隻戒指 那隻戒指 是在Valley of the King 在Luxer的神廟 掘出來的戒指 我帶著它 就是它保護了我 所以我沒有死 為什麼二號隊長 還有之後十八個人 在兩年內全部死了 整隊 然後到幾年初 有兩個法國人 那些人是研究到這些 是很厲害的 在世界大戰之前 他研究到這隻戒指 就是上面 因為他有他的獨特的圖案 就是一些神聖的幾何 他能夠發放 或者擋住某一些能量 他直接把這東西 變成不是戒指版 而是一個平面版 作為一個工具 用來保護 可以處理某些能量 等等 現在不單止是尋龍尺 在說風水 命理 或者叫你戴什麼 穿什麼鏈 這些是有根有據的 沒錯 有根有據 之後可以再講另外一集 就是講 這個微細的能量 已經被法國專家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已經找了出來 整個圖畫出來 有多少種類 然後後來在埃及 也有些科學家 用了這個學問 去製造了很多探測工具出來 然後現在這些微細能量 簡直是可以探測到 但他那種探測 不是好像我們想的 好像電磁場 測磁場 拿著舊東西 他會自治 但是是有點像羅庚的 所以這一種的知識 其實古代 在世界各地都有 這些古老民族 中國人是很勁 我想是承傳得很好 我剛才分享的是西方人的角度 他們在一二百年來 他們是尋找回 重建幾千年來 古埃及失落的方式 他們有發展去他們轉化能量的工具 那個自己可以開一集慢慢說 即是剛才我說那個有根有據 就是古代那些文明 例如明白神聖幾何 先不要說神聖幾何 一些幾何 圓形 三角形 梯形 它發放出來的能力 對應某些東西 那些人是有這樣的能力去 detect 到 他們那些相對應 或者相克制 或者是對你有利 那樣東西 那個 energy 的流動 它根本就是 detect 到 那它是將這個知識 是運用在生活上 那其實流傳到 譬如現在 你東西方都有不同的 運用能量的方法 那只不過是否那些人 是明白了那個道理 或者它 detect 到那個 energy 它是天生 又或者它是懂得 圓形 一顆球 那些東西 可以化解某些狀況 是某些幾何是可以化解到的 沒錯 就是好像你剛才說的 有些人是天生 就是有這個能力 就是形狀 就是造就那個能量 那個球 究竟是怎樣 是發放出去 收埋 指向一個人 破壞 建設 就是已經有 而這群歐洲的一些法國 這些專家在意見之前 他們建立了那樣東西 已經是能夠有工具去探測 探測完之後 顯示到給補能力的人看 而是準確地 為什麼叫準確呢 就是如果我測到是這樣 然後我測到它需要補充什麼 補充完之後是有一個特定的 預測的效用 它就真的有那個效用 那就是準確 那已經有這些工具了 而埃及有個專家 已經是做到這些工具出來 譬如它是幫到植物的生長 幫到一個病的動物去好復 然後再醫治人 就是我剛才說 可以自己也講一集的 這些比現代科技更厲害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會 聽不到這些科技呢 這個就是問題了 但是你有沒有聽過 有些傳聞說 這個世界將來會有一個叫做 的東西 即是一張床好像是 用頻率的嘛 接下來醫學就是 用頻率來處理疾病 沒錯 也都是Edgar Casey 20世紀最偉大的預言家 他都有說過 有一世紀最厲害的就是聲音和頻率 是最厲害的醫藥 所以現在也有說聲音治療 譬如用超聲波打神石 你已經有用MRI去磁力共振 去做一些很準確的掃描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頻率的嘛 但是原來這些應用 原來是不只是這樣的 原來是未打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個科技已經是這麼先進的 但是某程度上我們是不知道 我們用的東西以為是很厲害 原來更加厲害的是沒有拿出來給我們用 會不會更厲害的未必是科技 可能是靠你把人的聲音都可以治療到人 那聲音是可以治療到人的 我看過有套 美國也有些中心已經是可以檢查到你 然後他用一支棒對著你某一個部位 發一個你剛剛需要的頻率 然後你的身體是有明顯改善的 是已經有這些 但問題就是不普及 而且說這些不普及到一個程度 好像是傳聞來的 是陰謀論 沒有這樣的事 騙人的 即是永遠的 形容上那些 那個是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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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又不明白 如果你說那個人去找石油 找水源 又是騙子的 那他可以騙多少次呢 為什麼他一輩子都可以 跟全世界說他做這個職業 但是他又沒有被人拘捕 他又生活到 如果他每次都說謊 我又真的不明白 他是不是真的騙子 你用一下他就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 這些形容上的能力 如果很普及地 每個人都相信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學 那你想一下 形容下那些 吃西北風嗎 剛剛那個教授都說 形容上和形容下再配合就最好 就是大家省水省力 做事又快很多 又省很多錢 又個個有水喝 可能個個就掘到金礦 不想那麼多人受苦 不過我看完這些 我自己都很想發展一下自己 形容上的能力 所以我都打算 找一些這樣的能力 練一練它 你會不會開一集說 怎樣練呢 我自己都未懂 我怎樣教人呢 但是理論 我覺得 我會再去看看那些書 會不會是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算我不是操作過癮 可能也有些值得分享 因為真的很有趣 我覺得我們經常想 這些人覺得 好迷迷迷迷 傳聞又不是真的 但有時候 如果人家整本書寫了出來 那些細節都會這樣的 你怎樣吹水 怎樣吹 怎樣說謊 怎樣是假 我會從這個角度 可以盡我所能分享多些 有時候我看到觀眾的留言 有些我說了一些 我不是自己親身識的東西 觀眾自己有感受 觀眾自己懂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互動 所以觀眾可以看到一些留言 有很多高人的 Wallet的頻道 其實每一個人 都可以去發掘一下 自己這些超感官的能力 各式各樣 我覺得總有一樣可以發展一下 我這樣看 上一集 Alice都說 譬如他連接到 他自己上面的指導靈 大前提就是你要先淨化人 我都覺得這些技能 即所謂的特異功能 即懂得找水源 你不要先用不用工具 或者好像古代那些 運用神聖幾何的能力 去療癒人 或者改善空間的能力 那些 全部你都一個人 你本身都要淨化 沒有那麼多 像Alice所說的 是沒有那麼多 貪親痴萬疑 然後你淨化了那個人 那就多些打坐 那你有善心 你如果 你經常都是用 慾望這件事來出發 即是我有這些能力 那我就跟著要怎樣怎樣 作奸犯科 賺很多錢 那這個不會讓你達到 或者你不會很成功 那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做到剛才你說的 那些特異功能 那都是修了個心 哦是呀 那其實你說的很對 即是反過來 如果我們想發展一下 我一兩樣特異功能 跟著就走去修行 或者走去做善事 淨化自己 其實反過來 你反而那樣東西 你是一定賺的 即是你淨化到自己 你修行 你的心很清淨 你和這個大自然 和一切很聯繫 其實你有沒有第二功能 都沒有所謂 即是重點 反而是在那裏 所以 沒有得輸 下這條路 我覺得 那我先去靜修 拜拜 快點加入 覺醒家族 成為會員 那